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颗永远不落的太阳 从潮山升起 从此照亮了中国 温暖了人间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诞生 改变了中国的正日走向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一九零九年 毛主席十七岁出门求学时 在他父亲的账本上写下一句诗 而立志出相关 绝不成名施不还 从此开始了一代伟人 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终生的漫漫长征 是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新中国的诞生 是他为了人民的独立 奋斗终生 毛主席经典语录 毛主席最霸气的一句话 问苍茫大帝 水煮沉浮 毛主席最洒脱的一句话 不管风吹浪荡 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最傲气的一句话 一切反动派 都是指老虎 毛主席最强硬的一句话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不犯我 我必犯人 毛主席最壮胆的一句话 独有英雄虚骨抱 更无豪杰 怕熊皮 毛主席最震撼的一句话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主席最难忍的一句话 不到长城非好汉 毛主席最清醒的一句话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毛主席最劝导的一句话 放下包袱 开动机器 毛主席最睿智的一句话 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要时刻提高警惕 毛主席最雄变的一句话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毛主席最折私的一句话 在战略上 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 要重视敌人 毛主席最血性的一句话 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 血战到底的气感 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 光注就我的决心 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灵的能力 毛主席最提气的一句话 封锁吧 封锁他十年 八年 中国的一切问题 都解决了 毛主席最谨言的一句话 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毛主席最劝勉的一句话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毛主席最形象的一句话 新中国他是站在海岸 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 桂桿尖头的一支航船 他是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 喷波欲出的一轮朝日 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主席最入景的一句话 虚情日 看红装素果 分外妖娆 毛主席最抒情的一句话 江山如此多交 毛主席最感恩的一句话 人民万岁 毛主席最精辟的一句话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最决断的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毛主席最关爱的一句话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光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最精识的一句话 东风吹 战鼓雷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毛主席最自信的一句话 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 我们的目的 一定能够达到 毛主席最深刻的一句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主席最智慧的一句话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毛主席最古尽的一句话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毛主席最和谷的一句话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毛主席最警戒的一句话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主席最畅快的一句话 雄观慢到针如铁 而静脉不从头月 毛主席最伤感的一句话 气底一声长一段 从此天涯孤吝 毛主席最谦逊的一句话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 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 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毛主席最入境的一句话 暮色苍茫看尽松 乱云飞度人从容 毛主席最豪迈的一句话 可上九天来月 可下五阳桌边 谈笑凯歌海 毛主席最稀实的一句话 一万年太久 指 真昭息 毛主席最稀气的一句话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泪我从天落 毛主席最精辟的一句话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毛主席最委婉的一句话 你办事 我放心 不要急 慢慢来 毛主席最扩达的一句话 坐地日行八万里 寻天窑看一千河 毛主席最爱将的一句话 水港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毛主席最把戏的一句话 独坐池塘如虎具 绿金树下养精神 春了 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主席最直爽的一句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功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级的猛烈的行动 毛主席最警醒的一句话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毛主席最绿己的一句话 自己渡手 风衣足食 毛主席最精力点的一句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曾忘 他讲的最震撼的一句话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不曾忘 他讲的最朴实的一句话 为人民服务 不曾忘 他讲的最感恩的一句话 人民万岁 内容来源 白旅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